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屈翁以为是上天的旨意 就小心翼翼的把娃娃带回了家 住屈翁回家跟老婆说明原委 老婆也十分喜爱 两人争着想抱抱这个娃娃 娃娃到老婆手里瞬间就长大了 像是一般的婴儿娃娃大哭 住屈翁夫妇两人怀抱着孩子 出门找奶水给娃娃吃 走到桥上老婆也一样 她突然就用了奶水 于是小家伙吃了一个叫香 小家伙在住屈翁夫妇的照料下逐渐长大 慢慢的会爬了 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公主 一个跟头住屈翁夫妇吓得怕死 没有想到公主竟然会盘调学步了 朱屈翁夫十分的溺爱这个孩子 却干活的时候都带着她 公主被树林的小野猪吸引 没想到母猪发威 危险之意少问拼起相救 活久后的公主突然一下就长大了许多 都人都觉得非常吃惊 就像猪笋一样 公主总会唱起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歌曲 唱着唱着就会流下眼泪 朱屈翁夫妇在林中又发现了发光的珠子 看下珠子竟然是黄金 而后一次从珠子里充充滑眉的布皮 破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朱屈翁夫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 要把公主培育成真正的公主 但是现在才能培养出高贵的公主呢 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去城里生活 在城里的豪宅里 公主看到了美丽的衣服 和宽大的豪宅高兴极了 四处乱窜 朱屈翁夫妻从宫里请来了项目 叫她成为真正高贵的公主殿下 示范作为淑女如何行动走路 如何优雅地形成花卷 如何弹琴 这是在高宅大院里 唯一一方安乐园 朱屈翁夫老婆想回味以前的生活 公主也喜欢来这个地方 不过每次都会受到朱屈翁夫的埋怨 作为高贵的公主 还需要扒掉眉毛描黑牙齿 这样公主极力地反对 就匆忙跑开 朱屈翁夫想给公主起个名字 就请来了秋天大人 秋天大人看到公主的样貌 犹如见到天人 惊待不已 特意取名归岸公主 有了名字之后 朱屈翁夫特意大眼 宾可三天三夜 而作为主角 却只能正经伪作 回药公主对现在的生活 真的是武力增创 慢慢的回药公主的名声越来越大 在门口常常聚集很多人 求一度方容的 每天受到的拜帖不及其数 灰药的事情也传到了宫中 特意招来秋天大人一问究竟 秋天大人夸夸其谈 王公贵族一个个都被吸引了 于是几人蜂拥而是 向灰药公主下了昏天 不是该如何抉择的时候 灰药公主就让他们各自表述自己的心意 无人用尽了所有华丽的词草 最后灰药公主让他们把他们所说的珍宝呈现上来 才能表示他们的心意 众人傻眼 灰药公主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能知难而退 他无心选择 没想到彻尺皇子带来的蓬莱玉智 彻尺皇子想到自己如何费尽心思得来的蓬莱玉智 确实漂亮 但在这时门外有人来讨工钱 原来蓬莱玉智是彻尺皇子故人打造的 还拖借了工钱没有支付 事情败露 彻尺公司就会溜溜的跑掉了 接下来这位是阿布佑大臣 他送来的火树丘 会要公主当场上烧了他 而正当的火树丘是烧不坏的 阿布佑大臣无奈只好放到火盆里 没想到竟然染了起来 而这一当假的 也耗尽了阿布佑大臣的全部加赛 让他通信棘手 而大纳岩大人 只剩下往海上 区区龙手蜘 雷天和暴雨让他出现了幻觉 见到荒星的龙 也被吓破了胆子 而石座皇子也在这里面最浪漫的一位 说着不动声色的情话 说要带贵妖公主归隐三年 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正种贵妖公主下海 当石座公子想一度放荣了之后 却看到一个丑陋的老狱 下得荒不择路就跑了 这也最常贵妖公主的心 而石座朱纳岩大人 为了燕子暴罗 掏燕窝从高速摔倒下来 直接一命无辜 但贵妖公主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陷入沉寂 随后疯狂地到会自己 见到小花园 一切都是欺骗 都是因为自己 而让大家变得不幸 天皇也听出了 贵妖公主的美貌 于是卓人 钻剑如公 但是被荒岩公主拒绝了 他不想再骗人的 天皇听说被拒绝 就屈尊前往 从脸部后面 看到贵妖公主 被她的美貌惊呆 无力地从后面抱住贵妖公主 让贵妖公主大惊失色 甚至想把贵妖公主 强回带回宫中 神机的贵妖公主 竟然从天皇的怀中 走了出来 让天皇破坏吃惊 看勉强不得 天皇就暂时回宫 再走大事了 父母看到贵妖公主 心事重重 就问她有什么事情 不妨说出来 贵妖公主说 天皇来的那天 她知道她是从月亮上面 来到人间的神仙 这个月的十五号 就会有人来接她回去 她对月亮苦苦祈求 也没有用 天注定的 朱熊夫妇吃惊 却也难以相信 也是伤心不已 十五日那天 终心伴随的音乐 黄黄而来 他们是来接 贵妖公主回去的 贵妖公主被带出 朱熊夫妇紧随其后 在披上神医之前 贵妖公主 内变父母 使女让她赶紧穿上神医 离开着肮郎自立 贵妖公主 为这个世界 做了最后的辩解 当使女给她 披上神医之后 她瞬间就忘记了一切 转身 眼神空洞的 随着上神 坐上蓝车就离开了 朱熊夫妇眼睁着 看到贵妖公主 从他们身旁经过 却也不多看一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宇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转发 评论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哦